像往常一样,下班后走过街道,穿过小巷,便可以回到我的小屋子,但今天当我走到家的不远处,看见门是半开的,难道家里招贼了? 我加快脚步,迅速朝家走去,刚走到门口,便听见屋里传来一阵乒乓乓,过碗瓢盆的碰撞声,疑惑之际,我拿起门口的扫把护身,推开木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熟悉的背影,让我顿时呆愣在原地,一件紫色碎花长裙,凸显着她妙慢的身姿,线长白嫩的小腿裸露着, 这女子的妆术无疑是极其艳野的,但这艳野与她的神态相比,似乎逊色了许多,此时的她,正哼着小曲,切割着菜板上的牛肉,我愣住了,不敢相信,竟然真的是她,她将一头长发剪去,变成了短发,侧头的一刹,弯弯的柳眉,长长的睫毛微微微颤动着, 洁白无瑕的皮肤,透出淡淡红粉,薄薄的嘴唇,如玫瑰花瓣,娇嫩雨滴,她那深棕色的瞳孔,看得我心乱如麻,我走到她身后,在落入屋内阳光的照耀下,她脖子上的钻石项链,还有手腕上碧绿的镯子,晃得我无法睁开眼,任何一个人都知道,这两样东西,不是我们一般人买得起的。 更不是我们这种人能享受得起的,听到身后的动静,她转过身,略带微笑地看着我,眼睛像月牙一样,仿佛回到从前,我准备了你最爱的香菜牛肉,马上就好了哦。 说着又开始切起菜来,她还是像以前一样,爱笑,可我怎么也笑不出来,看着她现在的着装,和那些在会所上班的公主一样,长裙的后面是镂空的,她洁白的后背暴露在口气中,从前的她,虽然也爱打扮,可着装不会像现在这样开放,现在她的样子,让我觉得有点陌生,但也使我口干舌燥。 她转过身,瞥了我一眼,用挑衅的语气说道,短短三个月不见,怎么?就这么想我啊。 说着便朝着我走来,两手搭在我的肩上,说道,要不要和本美女叙叙旧? 我心里还是气得,条件反射地后退两步,结结巴巴地问道,你你,你不是和她结婚了吗? 怎么回来了?你说这个呀,我俩根本就没成,更别谈结婚了。 她说得大意凛然,那男的再怎么说对她家是有恩的,听她的语气像是无所谓一样,我刚想继续询问。 她的嘴便堵了上来,不留一丝余地,嗯,嗯,她双手慌乱解着我的皮带,用身体将我推向床沿,我本想拒绝,可双手却触碰上了不该碰的地方,顿时身体像触电一般,全身苏码。 我的理智已经控制不住身体,二人激烈地缠绵在了一起。 云收雨些,一场春雨过后,我凉满头大汗地躺在床上,气息缓缓平复,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,我搂着她娇嫩的身躯,手指缓缓地轻抚着她的肌肤。 突然,她一把将我推开,站起身穿着衣服,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她说道,什么意思? 她没有说话,把衣服穿好后,缓缓开口,我怀孕了。 我先是一惊,然后想了想,这孩子多半是我的,如果孩子是她和别人的,没必要再回来找我,更不可能和再次缠绵。 我心里又惊喜又高兴,想要上前去拥抱她,孩子不是你的。 她又说道, 我愣住了,香烟掉到地上,烟灰散落一地,我收回想要去拥抱她的双臂,意想不到地看着她,本就泛红的脸颊显得有些难堪,我对该她低吼道,罗小然,你玩我。 看到我的愤怒,她没有一丝慌张,反而淡淡一笑道,认识你这么久,还是第一次见你发火。 我气得直喘粗气,看着眼前这具被别人睡过的身体,心里五味杂沉,只觉得胸膛马上要炸裂一般,也不是她的。 她看着我,表情有些复杂,有悔恨,纠结,甚至我还从她那双有神的眼睛里。 看到了一丝贪念,我回到高霸山后,想了想,还是拒绝了那门亲事。 她的父母说我恩将仇报,没良心,我的父母更是指着我骂,说我狼心狗肺,不知好歹, 说后悔生我这么个东西,还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,便将我赶了出来。 说到这儿,她低下头,掉了几滴眼泪,声音变得低沉。 她人是不错,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没有好结果的,因为道德要毁了两个人的幸福。 听到这里我有些气愤,她太自私了,可看见她哭红的眼睛。 肩膀还一抖一抖的,又不忍心责备她,更让我揣摩不透的是,既然和别人睡觉怀上了孩子,还来主动引诱我。 这算什么?她又有什么目的?她还是我以前认识的她吗? 罗小然是我的初恋,但我却不是她的初恋。 我们在一起同居了一年,从未恋爱过的我,第一次接触女人,显得有些生疏。 我特别热衷于男女之间那点事。 最开始,我们住在场里分配的宿舍,每次都想快点下班,就为了感受一下她的温柔,每次都得小心翼翼。 一旦听见开门声,便迅速结束战斗。 好像做贼似的,在后来,她说实在受不了,每次就像偷情一样的感觉,我就在离场不远处租了一间四百块一月的单间。 虽然简陋、破酒,但一点都不影响我俩的幸福生活。 有天我提前下班,兴高采烈地跑去菜场买了很多菜,幻想着晚上给她做顿好的,给她个惊喜。 当我回到家,却发现她已经回来,并且神情不对劲,魂不守舍的样子,我知道出事了。 我和她在一起一年,虽然时间不长,但足以了解她,我急了,问她,怎么了?发生了什么事? 她摇头不语,我更急了,低笑道,你说话呀。 她沉默了许久,才嘴唇颤抖地告诉我,我家里来人了,我得回去结婚。 我脑袋嗡的一下,目瞪口呆地看着她,说道,那我算什么?你把我当什么了?我怎么也没想到。 电视剧里面的情节会发生在我身上,她哭腔地说道,我没有办法,她家下聘礼,我们家都收了,婚礼的一切家里人都已经安排妥当了,就差拜堂成亲扯正了,你说能怎么办? 我心如死灰,没想到命运给我们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,我僵硬地站在桌子旁,桌子上的火锅香味不断刺激着我的大脑,我飞速地想着办法,怎么能把它留下来,还没等我开口? 她说道,我要回去。 她的一句话,顿时让我感觉快要窒息,她的口气如此决绝。 我知道,挽留已没有任何意义,点上一支烟,狠狠地吸了一口,让自己冷静下来,绝望道,你要回去,谁也拦不住你,你要走就走吧。 她走到我面前,痛苦地看着我道,我爸妈生病两年,都是她一手照顾的,我不能负了她啊,我工作离家这么远,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她帮忙,我要是不回去嫁给她,以后我爸妈不得天天被人戳几两骨。 让那他们怎么在村里活下去?她低下头,我偷看了她一眼,看着她面颊上滚落的泪珠,我的心就像刀刮。 一年时间也不长,你就当没认识过我吧。 说完她便开始在衣柜里收拾自己的衣服,我愣在一旁不知所措,脑子里一团浆糊,很快,她将简单的几件衣服收完装好,走到门口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样,又转过身,滋滋。 一声打开了门,我这才意识到,她真的要走了,我跟着追了出去,却只看见她离去的背影,在我和家人之间,她选择了家人,我并不怪她,只觉得心里难受,不舍,心疼,后面的时间,我变得有些沉沦,工作上也是力不从心,每天下班回家后,一个人窝在小屋里喝酒玩手机。 直到现在,她怀着不是我的孩子,又出现在我眼前,我心里又爱又恨,我崩溃喊道,孩子到底是谁的,您也认识。 她理直气壮说道,只感觉胸口轰的一下。 愤怒瞬间席卷我全身,罗小然是厂里最年轻最漂亮的女人,对她垂涎三尺的不在少数,我猜到, 是张厂长还是王主管?都不是。 她侧过头,眼眶有些红,是李明。 靠!我愤恨地骂道,早该猜到是那个混蛋,李明是监管部经理,三十多岁,厂里不少女人都被她占了便宜, 那个混蛋结婚了,你不知道吗?她儿子都快上高中了,你跟她好算什么事? 我已经被愤怒冲昏了脑袋,不顾全身赤裸裸,站起身指着她大吼道,她的脸上没有一点的愧疚。 甚至还有一些理直气壮,我父母因为我聚婚的事,在村里已经抬不起头了,李明答应我给我钱,给我买房子。 我苦笑道,房子?房子比什么都重要是吗?那孩子呢?打了?还是生下来? 为了钱和房子,跟一个已婚男人睡了三个月,还怀上了孩子,我感觉这女人非常不可理喻,疯狂地让我陌生,我很是接受不了,听到我的质问。 她沉默了一会,随后冷言冷语道,要等孩子生下来,李明才会给我买房子。 头皮一阵发麻,这女人真的疯了。 几分钟后,我气愤的心情稍作平复,坐在床上,穿起衣服,她突然喷一下跪倒我面前,渴求道, 马勇,我求你,孩子生下来之前,让我跟你住在一起,好不好? 隔着那十几厘米的距离,我看得清楚,她面不争鸣,一脸卑微,这个女人简直不可理喻,这不是让我喜当爹吗? 她跪在地上爬到我脚前,央求着我,我无法接受这么荒唐的要求,我起身想走,她却抱着我的腿,我烦躁地将她推开,巨大的力气让她砰的一下倒在地板上。 她双手捂着小腹,五官痛苦地挤在一起,别跟我装了,你是欺负我心善是吧? 这么荒唐的要求,我会答应你。 说完我回头看了她一眼,发现她依然躺在地上,面色苍白,脑门上的汗珠足有黄豆大小,我才意识到她可能真的难受,我走过去,你不会真难受吧?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? 毕竟我心里还是有她的,哪真能看着她难受? 她摇摇头,说,不用了,你帮我冲一杯温糖水吧。 喝完后,她的脸色逐渐恢复了一点点气色。 马勇,能不能看在我们在一起一年多的份上帮帮我,我没求过你一件事,就这一次,好吗? 她又哀求道。 我咬着牙,一言不发,脑袋里乱成一团江湖,就当可怜可怜我,可怜可怜我肚子的孩子,好吗? 她还在挣扎着。 我眼睛通红地看着她,吻了吻嘴皮,低头一叹,你这又是何苦呢?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,我会不顾一切为我们的未来去打拼。 她低着头,拉着我的衣角,没有说话,却一个劲地摇头,我知道她的意思。 她和孩子等不了,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,没办法,我心软了,语气淡定了很多,为什么选择我? 因为厂里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俩的事情,只有你,才最符合条件,不会给她带来任何负面影响。 她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,脑子里只有李明那个人渣给她的美好承诺。 到这个时候,你还想着她? 我惊恶万分,拧着眉毛看着她,很想扒开她的脑皮,看看她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。 马勇,我求求你了,就让我暂时住在这里,只要孩子一生下来,是个男孩,我马上就搬走,行吗? 她一遍遍地哀求,触动了我的内心,曾经甜蜜的一幕幕,像是黑胶影片一般,在脑海过滤,我愣了愣,本已平静的心,再次起了涟漪,失声叫道,还必须是男孩。 她无奈地点着脑袋,我只感觉,这个世界太肮脏,太可怕了。 也就是说,罗小然肚子里,如果怀的是女孩,她和孩子会被无情地抛弃,草。 李明这个人渣,我狠狠地一拳砸向墙面,表达心中的愤怒,她小声说道,我去医院检查了,孩子已经留四十几天了。 医生说了,这是最脆弱的时期,刚才你推我拿一下,很可能流产,她这是情感绑架啊,我想不通,她为什么直接告诉我孩子是谁的,如果想要留下来,骗我说孩子是我的不就可以了? 难道说,她良心未泯,我看着她的小腹,再看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,最终忍不下心。 值得咬牙答应了,后来我才知道,答应她这么荒唐的事情是多么的无知,既然孩子是她让李明给买房的筹码,怎么可能轻易让其流产呢? 而且,她还亲自策划了这场戏,勾引我到床上缠绵一番,目的不就是先让我养她十个月吗? 但,我还是太天真了,第二天我就在厂里辞职了,因为我不想看见李明那个人渣,更不想看见那些知道内情的同事讥讽的眼神。 不过临走之前,我在李明的办公室大闹一番,在三个组长在场的时候,我抓起她桌上的烟灰缸,狠狠地砸在了她的脑袋上,当场就鲜血似箭,还骂了她。 砸死你这个人渣,干完就扬长而去,真是大快人心啊,可我回到家,迎面而来的却是罗小然满腔的怒火和责备,马勇。 你是不是疯了,你跑到办公室去大闹什么,你知不知道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她打伤,你让她怎么在下属心中立威,我惊恶地站在原地,嘴里好像吃了苍蝇一般难受,说不出话,我看错你了。 你以这样的方式发泄,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 她认真的说,我只是心疼她,只是想帮她出口气,可面对她咄咄逼人的责备和质问,我竟无言以对,几秒钟后,我扭头摔门而出,我走在街上不想回家,找了个便宜的旅舍住了一晚,本以为第二天看见她的时候。 还会僵持着,却不料,她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我的认知,第二天我回到家,见她穿了件白色吊带睡裙,朦朦胧胧地,给人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。 她坐在床沿,翘着二郎腿,实在诱人,我咽了咽口水,却不敢再去看她,我在心里已经给这个女人下了定位,那就是为了钱,房子,能不择手段,她也没有说话,笑咪咪地走向我,不时还撩动一下裙摆,你别过来,要干什么? 就明说,我慌张的大吼,实在受不了这种诱惑,见我脸色很不好看,她才尴尬地捋了绿尔发。 焦滴滴说道,医生说,我身体差,需要买一些补品和保胎药,你能先给我两万块钱吗? 我犹如五雷轰顶,不知怎么拒绝,见我没有回答,她好像豁出去一般,猛地了起睡裙,只要你给我两万,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 妖娆的身躯,一如既往的带有魔力,冲击着我的神经,让我不能自拔,随着她身体的靠近,一股女人特有的幽香,扑入鼻腔,然而理智又把我拉回现实,我暴怒地问道,仅仅两万块钱,就能让你变得如此放荡不堪。 用而,感觉到我没有中她的圈套,继续进攻,她坐到我的腿上,一把搂过我的脖子,想要吧。 她感受到我滚烫的身体,感到很得意,突然,她的脑袋靠近了我的耳朵,一股热浪喷在我的耳朵和脸颊上,来吧,这些都是你的。 紧接着,她狠狠往我身上一压,刹那间,两具身体紧贴,我实在受不了了,将她扑倒在床,她再不堪,也肯为了孩子豁出一切,我心软了,每一个生命都有活下去的权利,而她作为孩子母亲,不管用了什么方法。 都要让孩子健康发育,并没有错,两万块钱交给罗小然后,我身上就只剩下两块的零用钱,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花钱的地方,必须尽快找到工作,看着手中剩下的几张简历。 不禁苦笑,这年头,找工作难,找好工作更难,何况我没有文凭,还来自大山,在人才市场一直赚到中午,简历倒是投出去不少,可没有哪家公司表现出招揽意向,套出仅有的钱,买了面包矿泉水,在市区逛了起来,走到一幢高大的写字楼下面,昂头打亮,顶盛集团, 宾城排名时的地产公司,我要是能在这里求得一官半职,该多好啊。 夏总,赏个脸吃个饭呗,给我一个为美女效劳的机会好吗? 正在幻想的我,被一个熟悉的声音拉回现实,说话的正是黎明。 她正和一个身材高挑,身穿一套黑青色短裙制服的女人讲话,黑色的丝袜,紧紧地包裹在纤细笔直的小腿上,散发着抵挡不住的风情。 好正,我咽了口唾沫,心里直接给这女人打了个满分,李明这个人渣,居然又被我碰见,想起她对罗小宇做的那些事情,一股怒火窜上脑门,额头上青筋暴跳,忍不住地快步走了过去。 她还在对A女孩献殷勤,我一脚跨上台阶,紧握着拳头,直接砸向她的侧脸,李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,老子妃打死你。 马勇,你特么疯了吧? 李明说着,便举起拳头准备还击,我剑框,飞快地朝她腹部补上一脚,将她踢倒在地,李明这个混蛋,不仅给我戴了绿帽,还让罗小然怀了孩子,以房子金钱为由,欺骗一个女孩,为她生孩子,真是千刀万剐,都难解心头之恨。 我挥起拳头,正准备在打她一拳的时候,旁边的美女突然拉住我胳膊,你怎么上来就打人啊? 别打了,你起开,此时的我正在气头上,随手将她一推,瞬间就感觉掌心传来一阵柔软,回头一看。 我瞳孔瞬间放大,只见我的手掌推在她的胸上,美女咬牙切齿,狠狠地瞪着我,啪。 还没等我道歉,一个巴掌就落到我脸上,顿时我就感觉眼貌金星,流氓。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美女又骂到,骂完,转身踩着高跟鞋走进大厦,毕竟我摸到了不该摸的地方,占了人家便宜,便扯平了。 转头看见躺在地上痛苦捂着肚子的李明,心中大爽,看见气势汹汹冲过来的保安,各个榜大腰圆,再不跑吃亏的可是我,回到家,看见罗小然坐在椅子上,已哭成了泪人。 我过去问她怎么了,她说说的话,让我抓狂,李明说我不知好歹,说孩子生下来,房子最多给我付个首付,尾款自己想办法。 她抬头看着我说,眼神中有一丝丝责备,却没有直接斥责我,我知道李明肯定是因为今天我打了她。 将心中的不满施加在罗小然和孩子身上,心中大骂人渣的同时,心里对罗小然更多的是愧疚,晚上郁闷的我喝了几瓶啤酒,早早地睡下。 半夜,我习惯性地搂住了身边的美人,醉酒让我一时模糊,对于身边再熟悉不过的具体感觉到新鲜,渴望,可下一秒,那温热的身体突然变得主动起来。 一双小手开始撩拨我,再也忍受不了挑逗的我,转过身,抢过了主动权,我又在人才市场赚了两天,一家公司都不肯录用我,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,我拿什么帮助罗小然生孩子。 正当我拿着手机一筹莫展的时候,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,我是鼎盛集团人事部的,请问你是马勇吗? 手机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,温温和和的,让人感觉异常的温暖,我有些迷茫了,问道,鼎盛集团,有什么事吗? 马先生,打电话是想通知您,您被我们公司安保部门正式录取了,请您明天早上八点过来报道。 电话里又说道,录取了? 报道,安保部门,我非常困惑仪,我从来没有干过保安,也不是什么退伍军人。 为什么会被鼎盛安保部门聘用,不管了先去看看,总比没工作好,好的好的,明早八点我准时到。 我站在原地,心中万千个疑问,难道是那天在鼎盛楼下奏礼名时,将简历吊在那,被鼎盛集团某个大老板捡到,一眼便相中我,鼎盛集团这种大公司,就算是进去当保安,那薪资待遇也是非常丰厚的。 这诱惑我怎能抵挡的了,再说我现在迫切需要钱,管不了那么多了,是诈骗犯也好,是恶作剧也罢,去看看也没什么损失。 刚准备回家,罗小然打了电话,我今天去妇幼产奖了。 医生说,宝宝发育得很好,还说现在是胎儿脏气生长的关键期,暂时不能同房,高潮的时候会引起的子宫收缩,怕伤及到宝宝。 听完他说的话,我难免有些尴尬,欢欢说道,那咱们就听医生的,该做什么检查,咱们一个不辣,该买什么药,就立即去买,我找到工作了,不差钱。 回家的路上,我默默地买了一张凉席,以后晚上我就打地铺,远离那个容易让人失去理智的女人,早上八点我准时来到鼎盛集团,直接坐电梯上了十六楼的办公区,先生,请问您找谁? 刚出电梯,一个穿着职场制服的妹子过来礼貌地问道,我,我是来安保部报到的,我既然紧张起来。 好的,您请跟我来,我整了整衣服。 跟在她的后面,不一会便走到一间叫安保部门的办公室,您先坐一会,领导一会儿就来。 妹子冲我说了一句,便转身离去,妹子走后,我环顾着四周,这个所谓的安保部办公室,服装架上挂着黑色背心,做训服,地上摆着高帮靴子,还有训练臂力的,腰力的,等等健身器材。 墙边还摆放着甩棍和电棍,突然外面传来一阵高跟鞋踩踏的声音,随着声音越来越近,我既然紧张起来,手心不停冒着汗。 当领导出现在我视线里后,我简直不敢置信,因为这个领导是那天在鼎盛楼下。 被李明称之为夏总的美女,被我不小心占了便宜的美女,老天爷啊,你是在玩我吧? 我就说,这么好的事怎么会落到我头上?这女的,明显是报复来了。 马勇,她的语气非常冰冷,让我毛骨悚然,我低着头想门头就走,可她却挡住门,让我无处可逃,坐吧。 她的语气变得缓和,我慢慢坐到她对面,她穿了一套灰色职业制服,以我的角度正好看见她的大腿,她今天没有穿黑丝,更是显眼。 你的资料,公司已经录上了,今天直接上岗没问题吧? 这个是工作要求,她说完往桌上丢了一份资料。 她又补充说道,保安是按等级分配的,你属于二级保安,月薪五千,加全勤六百,干满三个月后,公司家交无险一进。 我满意的点点头,这待遇真不错,心想这美女也不那么斤斤计较吗? 对了,我的工作地点和具体事务呢? 我好奇地看着她,因为内心还是觉得,她不会对我这么好心,她这么做,肯定实在想其他办法报复我,一楼,大门。 美女说完就起身准备走,突然她转过头又说道,还有,你在我们公司楼下打了人,监控都一一拍下了,从今天开始,你必须无条件服从我,不然,我会报案,处理你一个寻衅姿势不为过吧。 你果然心怀不轨,你,这是报复。 我生气地对着她吼起来,对,我这就是报复。 她冷冷白了我一眼,你要不想进看守所,就给我好好干。 她带着胜利的姿态走出安保室,头也不回,提到达李明那事,当时的确很多目击者,那里还有监控,既然走到这一步,千难万难。 我也要咬着牙干下去,罗小然的孩子过不了多久就要出生了,将来会需要很多钱,我换好工作服,开始了看大门的工作。 看大门这个工作看似简单,其实很还繁琐。 每天很多推销员,办卡员,以及不知真假的收件员,一旦把他们放上去,我就是失职,直接扣钱,每天下班。 罗小然会在家做好饭菜,等我回家,好像又回到从前般安逸,甜蜜,一切看似步入了正轨。 每天下班吃完饭后,她会偶尔叫我陪她出去散步,医生说,这样有利于顺产,每每看见她突起的小腹,就感觉仿若吃了苍蝇般难受。 李明那个人渣,也从未过问过她和孩子,也好,免得看着来气,好日子不长,干完一个月后,我去领工资,却被告知扣了两千五,莫名其妙扣了两千五。 我简直火冒三丈,当时就找去了财务部,他们却推卸,叫我去找夏总。 夏总,她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,叫夏优。 金姐二十五岁,从国外回来的高材生,鼎盛集团的千金,含着金钥匙,出身的大小姐,如今掌管着公司的营销部,我推开门闯进她办公室,她抬起头看着我,有事。 我开门见山,为什么扣我掉我两千五的工资? 哈,我话音刚落,一个文件夹就扔了过来,你自己看看。 我疑惑地拿起文件夹翻看着,上面写得清清楚楚,这一个月里,不停有人投诉,有推销员,营销,推广的等等混入公司,如果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得了成,后果不堪设想。 文件夹里记录得非常清楚,时间,地点,什么人混进,还有我每天的工作量,但奇怪的是,这上面只有我的,没有其他守门保安人员的,这明明是故意找茬。 文件夹,为什么只扣我的钱? 我双手煮在桌面上,恶狠狠地看着她,还是不能接受,因为只有你没有做到该进的职责。 文件夹,她解释了一句,低头看着自己的电脑,而我,却从她的眼神里,看到了一丝细血,我拼命按捺住心中的怒火,深吸了几口气,才稍微缓解情绪,看了她一眼,愤恨不甘地离开了办公室。 而我不知道的是,我刚一出门,她便看着我的背影,嘀咕了一句,敢占姑奶奶便宜,让你知道知道姑奶奶的厉害。 下班后,我拿着两千五的工资,徘徊在巷子里,回家后,怎么跟罗小然解释呢? 一周前,罗小然跟我说,孩子满五月后,有一项重要的检查,在外面抽了一根烟后,这才挪着脚步回到了家。 回来了,吃饭吧,桌子上的菜非常丰富,香菜牛肉,水煮肉片,红烧鱼,有些诧异地上前问了一句,今天这么丰盛。 什么日子啊?你忘了,今天是你在鼎盛干满一个月的日子啊,你辛苦了。 她笑了笑,将网块递给我,坐在了我的对面,我知道她在暗示我工资的事,我把钱递给她直接说道,今天只拿到了两千五。 她愣了一会,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僵硬,但还是伸过手,将工资拿去,然后挤出一个勉强的笑,说道,呵呵,没关系,第一个月嘛,少点就少点吧。 因为前的事,我们之间气氛有点尴尬,便没出去散步,早早睡下,可刚躺下不久,罗小然她有床不睡,跑到我凉席上,她双手抱住我的脖子,一张小嘴,在我脖子轻轻啄了几下,弄得我面红耳赤。 别这样,小心宝宝,我轻轻推了推她,却被她一句话堵了回来,没事,宝宝脏气已经发育好了。 憋了几个月,要说我不想,那是假的,但理智告诉我,不能这么做,所以抗拒着她,她用充满魅惑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,你不想要吗? 想到她晚上知道,工资只有两千五后的反应,我心里还是很不爽的,最后,我还是推开了那具动体,转过身,背对开她,你快到床上睡觉去吧,要是钱不够,我来想办法。 第二天下班到家,桌面上的菜依旧很丰富。 而在我的饭碗旁边,放着一张医生开的药单,我大概看了一眼,又看了看低着头,满脸纠结欲言又止的罗小然,从兜里取出五千来,放在桌面上,缓缓推到了她的面前。 这是我上午找同事见的,因为从昨天她的表情已经告诉我,仅仅两千五肯定不够,我没生过孩子,不知道生孩子需要这么多钱。 但我既然答应帮她,就得实现诺言,谢谢你,让你为难了。 她接过钱,脸上虽然平淡,但眼神里掩饰不住的开心,只要你和孩子好就行。 我疲惫地回了一句。 上班一个多月,不仅被扣钱,还要面对罗小然的紧紧相逼,感觉压抑得喘不过气,吃完饭,连招呼都没打,便独自到外面散散心,走着走着,在人海中,既然看见夏忧和罗小然比起来。 她更成熟,干练,气质远远超过罗小然,长相,身材如此完美,家世优越,事业上还有一番天地,这让我感到惭愧的同时,又心生敬佩。 一个月后,我正吃着午餐,罗小然打来电话,语气慌慌张张的,马勇,你快回家一趟,快啊,求你了。 说完便挂了,我再打过去,她怎么都不接。 我知道肯定出事了,假都没请,狂奔回家,我一口气跑到家,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,站在屋内指着罗小然破口大骂,不要脸的东西,那房子你别想要了。 臭婊子,老子就上了你一次,你就能怀上,你这肚子里的肿是不是我的都难说,一听这话,我已猜到是谁,是李明,我冲过去,李明,你来干什么?想挨打是不是? 是,李明见到是我,他条件反射地后退了几步,然后又故装镇定,看着罗小然阴阳怪气说道,你还狡辩? 你们俩都注意起了,还说孩子是我的,当我是傻子吗? 你再说一遍,我走到他面前,抓起他衣领,李明撞起胆子,用手指着我说,马勇,你少在这里装,你敢说你和罗小然成天睡一起,你没碰他? 这个问题,我的确回答不上来,毕竟,我愣了三秒,指着他吼道,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,你都没娶他,他却肯为你怀了孩子。 他那是为了我的钱,为了房子,李明毫不留情地撕开了罗小然的面具,我举起拳头朝李明挥去,罗小然健壮死死地抱住我的手臂,冲李明苦苦解释道,孩子就是你的,真的,请你相信我,你看我们的宝宝都这么大了,谁的野种还不知道呢? 李明双手插腰,转过了头,你个垃圾,你再跟老子说一遍,我咆哮起来。 凶神恶煞的样子,吓得他再次后退,罗小然抱着我,马勇别,你别。 他安抚着我,瞳孔里满是哀求,他又望向李明,李明,孩子的确是你的,你要是实在不相信,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做亲子鉴定,结果出来,如果不是你的,房子我不要了。 话音刚落,他又疯狂吼道,要是个男孩,房子你必须付全款。 李明脸色瞬间铁青,哑口无言,说了句,车上等你,去医院,点朝外走去。 李明不敢赌,他指着罗小然肚子里的儿子为李家传宗接待。 继承家产,看着罗小然,心里莫名悲凉,房子,钱,真的这么重要吗? 值得他如此下贱地哀求,到医院出完养水,医生说半个月后拿结果,刚准备走,却被李明拉住说,反正都来医院了,你再去找医生检查检查,看看孩子是否健康。 李明,你还是人吗? 我不顾及形象地,在医院门口大骂了起来,这本就是一场交易,是儿子并且健康,我就买房。 李明一脸得意,好,我做。 罗小然红着眼珠子,可我们怎么也没想不到,等来的却是一个残忍的结果。 经过我们反复检查,已经确定你肚子里的男胎发育不全,它的生长期已过,如果你们坚持留下。 那生下来必定是畸形的,这孩子我们建议不能要,请你们慎重考虑,医生的话,使我们万念俱灰,犹如晴天霹雳,发育不全。 怎么可能?上次做检查,还好好的啊。 罗小然就像疯了似的,双手抓着我的胳膊,披头散发地冲我吼道,她不甘心,更不敢相信,她小心翼翼呵护了五个多月的孩子,怎么回事畸形。 这让她的房子梦瞬间破灭,我搀扶着摇摇欲坠的罗小然,拉着她往家走,李明听到消息后便消失了,没有一丝的内疚和怜悯,孩子检查出来是畸形。 亲子鉴定的结果,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,可令我费解的是,该吃的叶酸,钙,补品,我都给钱她买了,检查更是一样没落,怎么会这样? 不禁怀疑起,我给她的钱到底干什么了,我不知道李明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,把她弄上的床,我只知道,这个女人现在弄的是人才两空,这不得不说这是巨大的讽刺。 饭桌上,罗小然端着饭碗一动不动的,眼神呆滞,我不忍心说了句,没事的,孩子没了就没了,你就住我这儿,我暂时养着你。 孩子机刑本就是你的责任,就是你那几次弄我造成的,养我,你理所应当,她像撕破脸一样喊道。 我冷冷地看着她,眼前的人好陌生,这个女人失去筹码之后,便令寻生机,我不想跟她争辩,孩子没了,房子也没了,她的心机算计失败了,已经够惨了,我怎还能落井下石? 明天你陪我去医院拿掉孩子,还有你得给我准备些钱,流产后我得好好养身子。 她的语气很冰冷,决绝,啪。 她的话让我愤怒,我重重地将筷子拍在桌面上,盯着她质问道, 罗小燃,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处境?我的钱全部都给了你,加起来三四万,而我,三块钱的早餐都舍不得,你是怎么好意思还找我要钱? 你睡了我半年,这点钱算什么? 还多。 她的表情非常疯狂,你当我傻子啊,你说开药,要检查,行,我借钱都给你凑齐, 但孩子为什么还是畸形? 如果你的前敌却是去检查了,现在医学那么发达,能不检查出来? 哈哈哈哈,她冷笑道,以前在厂里那么多男人对我献殷勤,可我选择了你马勇,被你睡了一年,你想白睡啊。 找你要点钱怎么了? 我气得说不出话,她突然转换话题,缓了缓口气说道, 孩子打后,等我身子养好了,你放心,只要我找到工作了,就离开这儿。 我抱着头,满脸痛苦,自责,后悔,愤怒,的确,我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,第二天一下班,我便来到下优办公室,我想不到其他办法弄钱,只能试试。 夏总,我来公司有几个月了,现在家里出了点事,能不能先预支点工资? 预支工资。 她秀眉紧促,又说道,公司没有规定可以预支工资。 夏总我,我这种压抑感,使我一刻也不想呆,起身就准备离开,可她的一句话,让我感觉,这个女孩似乎并不坏,甚至很善良。 但你情况特殊,我帮你问问吧,几千是没问题的。 谢谢夏总,总算找到希望了,不到一小时,财务就通知我去拿钱,是以借的形式给我的。 我没时间想这个问题,紧接着就去跟主管请了嫁陪罗小然去医院,孩子没了,罗小然脸上除了有些苍白之外,看不出一丝心痛,她还长舒了一口气,好像放下了什么负担一样。 她突然搂着我的肩膀,开心地说,庸儿,这下,你我都轻松了,你得养我,我给你洗衣做饭。 说完还把小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。 撒着娇,这女人太善变了,心里只想着,她能快点养好走人。 因为这女人,已经变得我不认识了,甚至有些可怕,照顾她坐小月子,已经人质易尽,经过两个月的休养,她的身子也恢复得差不了,叫她出去找工作。 她以身体不舒服为由,一直拖着,我算明白了,这女人习惯别人养着她,我又很不下心碾她,每次下班回家,成了我的噩梦。 她总是穿着一条真似吊带裙,在我面前搔手弄姿,想尽办法勾引我。 当我打开房门,她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,勇儿,吻我。 我努力冷静下来,一把推开她,落荒而逃。 从此,她没再勾引过我,又过了一段时间,她隔三差五地找我要钱,每次三五百的。 有了钱,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消失,等到凌晨才到家,全身带着烟酒夹杂的味道。 因为这事,我跟她吵了好几次架,一气之下,我直接住到了公司安排的宿舍,摆脱了罗小然的纠缠。 我的心思全部放在了女神下忧的身上,期盼和她的再一次近距离接触,可一个陌生的电话,打断了短暂的安宁,是马永兄弟吗? 我是朱浩,是跟小然同一个村的。 男人的声音很微弱。 似乎害怕再大一点,就会得罪别人,朱浩,就是和照顾罗小然爸妈两年,并跟她有婚约的大山汉子。 她找我干什么,正当我思考的时候,她着急的声音传来,我就在你家门口,你能不能回来一下,小然找不到了。 罗小然找不到,我离开才四天啊,难道她出什么事了,我着急的朝家里赶去,等我赶到的时候,看见朱浩蹲在我家门口,抽着自己卷的烟叶,身上胯着一个泛黄的蛇皮带,已是深秋,她却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短袖,一条绿色军装裤,一双不知道沾了多少遍的胶鞋,发现我的到来。 朱浩有些紧张地起身,丢掉卷烟,又用脚踩了踩,露出诚恳的笑意,你就是马勇兄弟吧? 对,我是马勇。 我笑了笑,跟他握了握手,我来了好几天了,小然电话一直打不通,所以就麻烦你。 他无奈地说道,进屋后,我俩边喝茶边聊,听到他的阐述后,我恨不得给罗小然两巴掌,原来,我搬去宿舍的前一天,罗小然给朱浩打电话,说想买房子,可买房首付还差点,找朱浩帮帮忙,朱浩二话不说,就把自己所有家当给了他。 刚过一天,朱浩又接到了罗小然的电话,说还差,朱浩憨厚,真诚的男人,罗小然又在电话里装可怜抽掖着,朱浩又心软了。 他毫不犹豫地卖掉了家里的十只羊和三只猪,还找邻居借了些,带着三万块钱来这给罗小然送钱来了,可怎么也联系不上罗小然,这么老实的人也骗。 罗小然良心被狗吃了,朱浩心甘情愿照顾他父母两年,出钱出力的,对罗小然那也是有求必应,说是他的再是恩人也不为过。 他拿出用旧报纸包着的钱来放到桌子上,马勇兄弟,我没有别的意思,就是想请你帮帮忙,把这钱交给小然。 报纸散开,露出里面花花绿绿的纸币,一百的。 五十的,二十的,十块的,一大部分都是零钱,多么讽刺啊,罗小然根本不值得,马勇兄弟,你别多想,既然你俩走到了一起,我祝贺你们。 说完提着蛇皮带子,便起身准备离去,留下吃口饭吧,我连忙留他道,听到我这句话,他高兴地转过身问道,是小然要回来了吗? 我肯定地向他点点头,但我心里知道罗小然根本不会回来,朱浩是难得的好男人,是绝真心爱罗小然,是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人,但他只是一个卑微的丹恋者。 他在罗小然的心里没有丝毫位置,找了一家烤串,点了几瓶啤酒,我俩边吃边聊起来,几瓶啤酒下肚,我俩都有些醉意了,我好奇地问了一句,兄弟。 你为什么对罗小然这么好,碰他将酒杯放在桌面上,低头一叹,我欠他的。 你独自一人照顾他父母两年,你能欠他什么?我非常困惑,他抬头看了我两眼,表情很是紧张,说话也结巴起来,因为,马勇兄弟,我对不起你。 说完他有僵头低下,他能有什么对不起我的,难道是罗小然叫他来套路我的,见我疑惑的样子? 他连忙解释道,马勇兄弟,我看得出来,你这人心不错,孩子跟着你,你肯定会当亲生孩子对待的。 我就是忍不住,想看看孩子。 孩子?什么,什么孩子?这下我彻底猛逼,看了我的表情,他也猛逼了,皱着没说,小然不是说,孩子都七个月了,要提前拿钱买学区房吗? 我顿时脑袋炸开了似的,不敢相信地问他,罗小然跟你说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? 嗯,朱浩脸色羞愧,眼神却带着说不出来的欣喜,我也不知道,就那么一次,就怀上了。 我彻底凌乱了,我已经分不清,罗小然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,或者说连他们的都不是。 那孩子到底是谁的?罗小然用已经不存在的孩子当筹码,道德绑架诸号,骗他的钱,这种手段,和他逼迫我喜当爹的时候,如出一辙,我盯着他的眼珠子,沉重地告诉他,孩子已经打掉了。 什么?打掉了?他猛地站起来问我,看他的反应是,接受不了这个结果,正当我要开口解释的时候,我和朱浩同时看见马路对面有个熟悉的身影,是罗小然。 他身边还有个男人,只见那个男人推了罗小然一把,罗小然没站稳,跌坐在了地上,朱浩急了,想要冲过去。 却被我死死地拉住,因为我想知道,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,你不说还有钱吗? 钱呢?男子的声音很大,他并没把罗小然扶起来,而是接着吼,你没钱,还怎么让我请报哥吃饭? 得罪了他,我们还怎么混? 他起身,连身上的灰尘都来不及拍,拉着男子的胳膊,像是哄孩子似的,你再稍微等一等,钱一到位,你就拿去找报哥,好不好? 得到了罗小然的承诺,男子很快变脸,摸了摸他的头发,笑道,我不是怪你,只是有些着急,心里很不舒服而已。 原来,罗小然找我们拿的钱,都是被他用去包养小白脸了,用尽心思骗我们,没想到他也会这么卑微,他们接下来的对话让我更是气愤。 罗小然这个女人,绝对是一个心机表,孩子打掉了,你得多注意身体,以后不是我安排的客户,你尽量不喝。 嗯嗯,好的老公,你对我真好,你放心吧,我会养好身体,再给你生一个宝宝。 这个男人才是那位出生孩子的父亲,我们全被他耍了,怒火彻底被点燃,今天一定好好教训这对狗男女,搜。 得一声,只见朱浩从我背后冲了过去,畜生。 随着一声咆哮,朱浩硕大的拳头,已经砸到了小白脸的脸上,瞬间小白脸轰然倒地。 笔血狂飙,还没等反应,朱浩的拳头再次砸去,一下接着一下,小白脸只能双手抱着脑袋,蜷缩在地面,嘴里发出一声声哀嚎, 罗小然看着突然出现的我和朱浩,满脸的不可置信,眼神中带着惊慌,想上去拉开朱浩,被我无情地推开。 半分钟后,朱浩停了下来,站在原地深呼吸几次,转身走过来,伸手想拉罗小然的手。 小然,你告诉我,你是不是被他骗了? 你说啊,我肯定相信你。 朱浩的眼神里满是期待,他多么希望罗小然回答他似的,可罗小然看都不看他一眼。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,对朱浩说道,你还对他抱有幻想。 朱浩没有理会我,依然深情款款地看着罗小然。 小然,孩子是我的,对不对? 不是这个男人的,对不对? 你说啊。 罗小然吓得不敢回答,只是一个劲地摇头,哭泣,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,甚至还有人拿手机录像。 我连忙一手拉着朱浩,一手拉着罗小然,将他们带回了出租屋,回到出租屋。 对于我和朱浩的追问,罗小然都闭口不答,逼急了,他便开始耍赖,满口谎话,直到朱浩说了一句, 小然,你说过的,就算我们不结婚,你也会生下我们的孩子,我还答应你,给你父母养老送终,这一切,难道都是你骗我的吗? 提到父母,触动了他的内心,他抬头看着朱浩,突然蹲下嚎啕大哭,发疯似的喊道, 为什么你们都逼我,孩子不是你的,不是李明的,也不是马勇的,更不是他的,别逼我了,行吗? 还有第五个人,我顿时目瞪口呆,罗小然跪坐在地面上,一直不敢直视,我和朱浩哭的声音很凄惨, 但我不觉得有一丝可怜,但朱浩愿意相信他,可怜他,安慰他,小然,大不了我带你回老家, 虽然日子平淡,但起码一家人在一起。 罗小然冷冰地反问,让我跟你一起回去。 面对土房菜地,每天喂猪带娃嘛,他的一句话,瞬间让朱浩哑口无言,愣了几秒,支支吾吾道, 活我干,你待在家就好,我能养活你。 罗小然一把推开朱浩,站起身,冷笑道,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,回不去了。 说完,准备离开,却被朱浩一把拉住,他挣扎了两下,朱浩却越拉越紧,罗小然吼了起来, 你是我的谁?你凭什么管我?放开。 我走了过去,宠他说,朱浩对你这么好,你有没有良心? 他朝我冷笑一声,又望着朱浩,你是不是觉得睡了我一次,就可以管我了? 朱浩不说话,只是双手已经开始颤抖,他松开手,朱浩你别傻了行吗? 跟你睡,只是感谢你照顾我父母,仅此而已。 说完准备转身离去,朱浩目光呆滞站在原地不知所措,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脑袋一片空白, 他为你付出了多少,你心里没点数。 玩弄了他的感情,就这么一走了之吗? 我心里很是愤怒,罗小然停下脚步,不就是钱吗?我会还给他的。 钱我不要,我只想要个解释,朱浩突然开口,哈哈哈哈,他大笑了起来。 说,你们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,咬牙看着我,你们不就是想知道孩子是谁的吗? 行,那我告诉你们。 他面色异常的平静,说,回到了老家,我后悔了,我不甘心就这么嫁给一个农村男人。 我勾引朱浩,跟他睡了一次,以报答他的恩情,我没待几天,就回来了。 晚上找了个酒吧,放松放松。 机缘巧合认识了王毅宇,就是你们刚才打的那个,他对我很好,我们喝酒,唱歌,那是我这二十二年来,最放松最开心的一晚。 突然,他话锋一转,眼里满是怒火,恶狠狠说道,可那群人心怀不轨,是故意接近我,请我玩,就是为了得到我的身体。 我醉得迷迷糊糊糊,那一晚,五六个吧,呵呵,他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,没过多久,我花光了身上所有钱,就快沦落街头的时候,是王毅宇帮了我。 慢慢地我发现,我爱上了王毅宇,更爱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,由于我们天天挥霍,很快王毅宇的钱也没了,之后他经常对我发脾气,我不忍心看他整日为钱烦恼,我就主动说钱,我来想办法。 那你就来骗我跟朱浩的钱,我接过了话,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,可当时,我也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,他无奈道,一个偶然相遇的人。 却改变了罗小然一生,让这个不经世故的女孩,一步步走向万丈深渊,而为了奢华的生活,短暂的快乐,不惜一切欺骗周围的人,她的傻,成为了别人利用她的工具,罗小然的身影,已经消失在黑暗中,继续迷失在这美好及残酷的城市,小然呢。 她走了,回过神的朱浩慌张问道,她整个人非常憔悴,见我点头,她抬脚便要冲出去,我拉着她的胳膊,面色猙獰地冲她大吼,别追了,她已经不是以前的罗小然了。 不,她是小然,永远都是我的小然,她绝望地喊道。 朱浩追出去了,而我独自坐在椅子上,回忆着以前的种种,不禁哭笑,不知什么时候,我的泪水既然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 半个小时后,朱浩失魂落魄地回来了,眼里还带着泪水,兄弟,回家吧,生活还要继续啊。 我扶她坐下,你这又是何苦呢?她双手抱着脑袋,声音沙哑地吼道,她是我的第一个女人,第一个啊。 而我,又何尝不是呢?罗小然都是我们的第一个女人,但我们却不是她第一个男人,更不是唯一,第二天天不亮珠浩就走了。 留给我一张纸条,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,马勇兄弟,我走了,谢谢你的收留,我会找到小然,无论如何也要把她带回家。 我再次为她的无私感到震撼,回到公司,我被下优叫到办公室,公司决定,升你为安保部组长,下优随意说道,什么? 我当组长,我非常诧异,升你的职,你还不乐意。 她望着我意味深长的一笑,看得我莫名其妙,走出办公室,我怎么也想不明白,她为什么突然升我职,算了不想了,总归是好消息。 高兴还来不及呢?生活总算是回归正轨。 自幼相识,林梦泰了解孙周,她对同一件事物的新鲜感很短,迟早会被这花花世界迷了眼睛。 核行业在火车上深刻地感受到了南北方的气候差异,这儿的天气比较干燥,很容易口干舌燥,初次来的核行业还有些不适应,一下车,鼻腔和口腔就有强烈的不适感。 第一时间她想到,当初林梦初次来的时候,会不会也是这样,会不会嗓子疼,短暂的担心后,核行业开始在人群中找林梦的身影。 尽管他们已经有段时间没见了,但还是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正在东张西望找她的林梦,她朝林梦挥挥手,林梦也看到她了,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瞬间洋溢着笑容。 焦急地等待着核行业出来,好像不仅核行业期待和她一起,她也很期待核行业的到来,前些天,核行业想了各种办法,应该怎么让林梦知道自己要来C城,最后就是寄东西到C城,让林梦帮忙收,也是够蠢的,一大包行李让女神帮忙拿。 这不是为难林梦吗?好在林梦并不介意,而且在知道核行业要来后,主动说去车站接她,这可让核行业心里乐开了花,已经期待好几天了。 出站后,林梦接过核行业的东西,俏皮地说道,要是没有事找我帮忙,是不是也不会告诉我你要来,也没想着联系我。 核行业摸了摸头,哪有啊,怎么可能不找你,还指望你以后罩着我呢? 核行业的笑了笑,突然想到之前的事,你还说我呢,当初你去H市还不是没打算告诉我。 都过去这么久了,还记着呢,以后我可不敢得罪你了,到时候你一直寄我仇报复我怎么办? 好害怕林梦开玩笑地说道,核行业轻哼,扭头不看他,其实是转过去偷偷笑。 林梦看到核行业这样,忍不住感叹,核行业可爱,和他在一起,应该也挺好玩吧,什么,你说什么? 核行业怀疑自己的耳朵。 连忙转头过来询问,林梦连忙摇摇头,没什么,没什么。 林梦赶紧岔开话题说,那会儿国庆,我怕影响你们出游的计划,没有提前说。 核行业又是一记轻哼,你怎么不怕影响了张童,若是知道彼此内心的想法,指不定都得炸毛。 核行业,你说谁是孩子? 还有半年,我就可以结婚了。 林梦,你跟张童有颗比星吗?张童有没有计划,最后都得留H是裴姐。 林梦以为核行业被他说中,恼羞成怒了,柔声哄道,好了,你坐了一天的火车也够累的,今天好好休息,明天带你去丈量北京城。 文言,核行业的心情很好,觉得北京的空气也没有了一开始那么干燥,我擦,是来了个田螺姑娘吗? 核行业的睡眠很浅,这一嗓子直接把她含醒了,她从床上坐了起来,右手挡住刺眼的灯光,左手揉着左眼,剩下的右眼睛迷离地盯着床下,吵醒她的罪魁祸首。 见此,徐川有些尴尬地招了招手,你好,我叫徐川,你应该就是我的室友何行业吧? 适应了灯光之后,何行业撑在床上,点了点头,徐川走进洗手间瞧了瞧,神色古怪地道,你打扫的? 何行业没吭声,响起为他忙碌了一下午的倩影。 泽泽,我的书桌都收拾好了,哥们,谢了。 何行业不敢邀功,又觉得男生帮男生收拾书桌有些怪异,解释道,你应该认识林梦是他收拾的,宿舍也是他打扫的。 他低头看着盖在身上的薄被,有句话没好意思说,他的被子也是林梦买的,本来打算来了北京以后再去买。 没想到林梦早已为他准备好了,徐川愣了半赏,蹭得站了起来,瞪大了眼睛,你是说颜二的林梦师姐。 嗯,林梦是我高中时的班长。徐川脸上闪过一丝错愕。 哥们流过节。 何行业沉吟,是的,你跟林梦很熟悉。 林梦在知道他的室友是徐川时,笑得很熟人,又见他毫不避讳地收拾了徐川的桌子,何行业心里有些不舒服,这个问题也在心里憋了很久。 徐川坐下,背靠书桌,敲起了二郎腿,一抖一抖的,神色飞扬,那必须的。 林梦师姐可是我们学校很多男神心目中的女神。 虽然人长得不是特别漂亮的那种,但internal temperament,内在气质,足以秒杀一众美女。 我形象里的江南女子大概就是她这个样子。 何行业垂眸笑了笑,他果然到哪都这么耀眼,何行业不曾参与他的大学生活,如今听徐川说起,兴致盎然,睡意全无。 我们学校除了校报,新闻系还有个规模更大的青春报,招的都是我们新闻系的学生,外系的每年不超过三个。 何行业亚裔,你本科念的新闻。 对啊,兄弟我可是跨专业考过来的,厉害吧。 一改神气的模样,苦大愁深地接着道,我们专业不学高数,上了大学又没有好好学英语,考研的时候差点没把我折磨疯了。 何行业意外地挑了挑眉,没说话,我刚刚说到哪了? 说到青春报。 我大愿进青春报时,分在林梦师姐美工部。 当时她跟我们说,虽然我们只负责排版,但作为未来的新闻人、媒体人,要把握好实践的机会,鼓励我们跟财写部的人一起做新闻、做采访。 只要稿子足够出色,也可以拿到版面。 我也见过师姐的采访,简直不敢相信她是个外系的,那专业素质很多新闻系的学生都比不上。 我大二退社的时候,她接任了社长,青春报自成立以来唯一的外系社长,但所有人都觉得她当之无愧。 如果说,我要佩服哪个女生的话,第一个就是她,不仅是她够优秀。 够漂亮,重要的是我佩服她的忍耐力。 我们有次出去做采访的时候,出了个小意外,师姐的膝盖磕了好大一个口子,血不停地往外流,把我们都吓坏了。 去医院的路上,反而是她在安慰我们,因为对麻醉剂过敏,逢真的时候没打麻药,硬是没感一剧疼,核形液瞳孔一缩,这我不知道。 别说你了,我估计她爸妈都不知道。 林梦迪确实那种报喜不报忧的人,当初说刚来北京咳了两天,也是有人问起北京的气候怎么样。 后来,我们部门一起去KTV,听她唱《新贵妃醉酒》,假声一开口,那气势,那神韵又让我们惊艳了一把。 那时候开始,我就知道师姐真的可以说得上是那种可柔可刚,柔中带刚,刚中带柔的人,我甚至可以想象她将来在法庭上大杀四方的英姿。 核形液妈撒着大拇指,像是不经意地道,她姑姑是声乐老师,以前遇上晚会,我们班负责上台的就是她。 就像打开了匣子的水槽,说起林梦的事迹,徐川就停不下来,你喜欢她。 徐川眼里尽是崇拜之意,也不怪核形液如此猜测,女神是什么? 就像天上的云,就算坐在飞机上,你也只能隔着窗户看着,摸不到的。 核形液露出了醒来以后最灿烂的笑容,那就好,我不打算和室友做情敌。 徐川盯着她认真的脸看了很久,总算回味过来,震惊到差点从凳子上摔下去,我擦,你喜欢林梦师姐。 徐川想了想,又一脸了然,从大一到现在,追师姐的人有如过江之际,但无一步杀鱼而归。 我们都猜测,师姐可能忘不了前男友,放弃师姐这么好的人,真是眼瞎呀。 核形液的神色很认真,像是在陈述某个事时,她确实很瞎。 长得好又怎么样,受不了诱惑,忍不了寂寞,就不会是个良人。 而且,她不认为林梦会对这样一个人念念不忘,她只是没有遇到一个能让她心动。 又能毫无保留去爱的人,你真打算追林梦师姐? 核形液弯起膝盖,手指在上面轻敲着,声线拖得很长,我为她来。 如果是别人,徐川一定劝她趁早放弃,但核形液似乎是不一样的,说不定真能融化林梦这块尖兵,在我看来,师姐不像是会谈姐弟恋的人。 不过你妈,这张脸很加分,以前又是跟她同届的,说不定比我们这些师弟机会大。 核形液摸了摸鼻子,有些心虚,没有告诉徐川,她小学跳了两级。 比林梦小了两岁多,已经是晚上十一点,补了好几个小时,年的核形液精神很好,在外跑了一天的徐川,已经是哈欠连连。 临睡前,徐川打开了因为没电关机的手机,很快见到了下午五点时,林梦发来的消息,大意是让她关照核形液,核形液果然是不同。 林梦虽然对谁都很好,但从来没有这么面面俱导过,更别提打扫整个宿舍,相信过不了多久。 气质女神恋上鲜肉湿地的八卦,就能再替大迅速流传,虚传爬上凌乱的床铺,抱着被子遗憾地倒,师姐怎么不把我的床也收拾收拾。 与毕,哪怕隔着床板,她也能感觉到核形液在上铺阴侧的目光,核形液的目光,多是在林梦手指的地方停留一会,再回转过来,痴痴地看着她的侧脸。 这种钢是用来储水的,要是不小心起火了,林梦不经意间回头,对上了她专注的黑眸,心头一跳,迅速回头轻咳了一声,耳朵微微泛红。 核形液见她,似乎很淡定,继续为她讲解,但不敢再去看她的模样,不由地觉得好笑。 最后从神武门出故宫的时候,林梦的耳朵已经恢复正常,情绪却低落了下去。 秀女就是从神武门入宫,从此一辈子困在这个富丽堂皇的牢笼里。 何形液回头望向了城墙上的牌匾,多是奔着荣华富贵去的,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 林梦看着何形液的后脑勺,想起了很早之前跟张同说过的话,何形液虽然比我们小两岁,但一点都不幼稚,很多东西她看得很透,心理年龄比班里大多数男生都要大。 可如果单纯地说是早熟,好像又不够恰当,还是可以看出属于她那个年纪的青春与朝气,到底出身教育世家,别的教不出这样的孩子。 风很轻,云很淡,我看向你的时候,你正在看我,何形液毫不避讳地与林梦四目相对,近三岁的年龄差很危险,一旦林梦将她安置在弟弟的位置,再想升级为她的男人绝非一世,不如在一开始就让她察觉自己的心思,在得知她考上T大的研之后,张同就来问过她是不是喜欢林梦。 当初林梦梅见到你挺遗憾的,我问她是不是喜欢你?她说,她初中就注意到你了,但也只是觉得你很特别。 上一段感情,多多少少在她心里留下一些阴影,她应该没办法再接受异地恋,你能去替打最好。 所以,她有很多优势,没必要用那些拙劣的方式去接近她,引起她的注意,经过两次对视,萦绕在两人周身的气氛有些微妙。 谁也不说话,默默地攀爬井山,何行夜需要一个契机,正式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她。 她没有想到,这个契机会来得这么快,心不在焉的林梦不小心踩空了一脚,何行夜自然而然地扶了她一把,顺利地牵住了她,心心念念了大半天的手。 好多年没有这种心跳的感觉,林梦望着何行夜俊朗的侧脸,以及微扬的嘴角,脑袋炸乎乎地脱口而出,何行夜,你是不是喜欢我? 何行夜没有回答,只是加快了脚步,就在林梦为自己的口无遮拦羞愧到极致时。 她被拉到了一棵树下,还未回过神来,对方就放开了她的手,来了一个帅气的树冬,轻烈的气息淹没了林梦的嗅觉神经,何行夜的下巴离她的额头很近,稍稍抬头就能碰到,何行夜站直了身体,望着她难得有些傻里傻气的模样,准备再加一把火,憋了嘴,十分委屈地道。 师姐,你不能这样的,总是撩完就跑。 林梦抬头看她,还真想了想,是不是做过这种缺德事,什么时候? 你总对我笑。 林梦眨了眨眼睛,遇见认识的人,她都会笑啊。 而且,她没记错的话,何行夜大多时候都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,眼神就飘向别处了, 莫非害羞了,林梦探究的眼神,看得何行夜有些心虚,下了好大的决心,才没让自己怂下来。 你昨天帮我打扫宿舍,除了我妈,还没有别的女人帮我扫过房间。 林梦大概反应过来,现在是什么状况,对于何行夜的强词夺理,她只觉得好笑,这也算。 何行夜跟威红,却有几分恼羞成怒的意味,恶狠狠地道,你说我是你男神。 林梦憋住笑,什么时候? 我跟你说,我在南京,你说,记忆瞬间回笼,那时候,林梦玩心大起,可怜兮兮地回她,男神不在,瞬间不想去了。 她同样记得,何行夜除了回了一个害羞的表情,再没有其他,现在看来,还真是害羞了,反正没打算藏着心思,反正已经差不多挑明了,不如破罐子破摔,来个轰轰烈烈地告白,林梦望着她变来变去的神色,一时间又玩心大起,意味深长地呕了一声,原来你高中就开始喜欢我了。 何行夜顺利破功,脸红了个透。 已经到了嘴边的话,立马吞了回去,初中时,何行夜时常听人说起林梦,他的名字又总是出现在榜首,没有印象才不正常,但也和林梦觉得他很特别一样,林梦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名字。 高二文理分班之后,他在他的后面坐了近一年,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,就注意到了他灿烂的笑脸,甚至忽略了他对别人也是这么笑。 直到孙周的出现,孙周与林梦一样,是学校的风云人物,只是林梦更多是靠逆天的成绩与各方面的才能。 孙周却是有一张颠倒众生的脸,以及能轻易哄的女孩子开心的嘴。 孙周与林梦的恋情轰动了全校,自然也惊动了年纪老师林梦这样的苗子,他们怎么可能放任不管,没想到请来了家长之后,竟发现是两家人自己促成的。 最后不了了之,自此,何行业能避着他就避着他,避不开就撇头不看他,上了大学以后,每次被表白时,脑子里总浮现林梦的笑脸时,他总算明白自己是喜欢上了他。 听说孙周劈腿,除了对孙周的愤恨,更多的是抑制不住的窃喜,张同说的他早就有了清晰的认识,如果不能来到他的身边,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一项,而他想真真切切地站在他的身边,工作之前,应该不会再找男朋友了吧。 这时,他在一众调侃之中,发在班群里的话,给了他一颗定心丸。 所幸,没有什么意外,他的身边没有出现别的人,那么,如今他想成了这个意外,林梦,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,但我已经喜欢你好多年了。 何行叶的表白,已经在林梦的意料之中,林梦不知道他沉默的那段时间里,脑子里经历了怎样的千回百转,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真的喜欢了他好多年,很多事都有了更合理的解释。 比如,何行叶偶尔遇见他和孙周,虽然不看他,眼神却若有若无地扫向孙周,大概是对情敌的敌意,望着这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展开的脸。 林梦的心头闪过一丝色意,当年的何行叶比班里许多女生都要矮,正值花季的少女时代,谁也不会母爱泛滥,却喜欢这样一个面目清秀的小正太。 反而他在师妹圈子里很吃香,高考的第一天,队伍途经高二教学楼,走廊上挤满了小师妹,高三加油,何行叶加油。 一个人就分走了半比江山,可与整个高三媲美,哪怕在一群哄笑声里,他依旧从容淡定,高考过后,大大小小的升学宴,林梦都没有注意过他,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过大一之间的那个寒假。 林梦的外公意外去世,没能赶上班级聚会,何行叶似乎也因为什么没有出现,大二那年,张同在家招待几个以前玩得不错的同学。 何行叶去了,当年的小正太,长成了一个帅气的长腿男神,惊艳了一屋子的人,何行叶就坐在林梦的身边,乘饭倒饮料,照顾得面面俱到,时不时交谈几句,关系倒是比当初的前后桌更热络。 林梦开始私下里叫他男神,大三那年,林梦去H市,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何行叶面前用到了男神这个称呼,主要还是为了好玩,短暂的沉默让何行叶有些焦虑,我不会成为下一个孙周的。 林梦扑斥一声笑了出来,点起脚尖在何行叶的脸上落下一吻,牵住他落在身侧的另一只手。 瞧笑倩兮,走吧,我的男神,带你去看故宫全景。 有时候,行动比言语更有表现力,而林梦一向是个忠于内心的人,他对何行叶确实心动了,没必要纠结太多,本来也不在意年龄的差距,很多女生不找比自己小的男生,就是认为对方太过幼稚,很容易有一种养儿子的感觉。 何行叶不是这样,而爱情也本就与年龄无关,遇到一个能让自己心动得很不容易,不然自己不会单身那么多年,既然遇上了,怎么也不可能轻易退缩,畏手畏脚,反应过来之后的何行叶。 满脸通红,林梦壮丝疑惑地道,我记得你不是这么羞涩的人啊。 何行叶握紧了林梦的手,将心头的喜悦压下,傲娇地哼了一声,撇开头道,只是对你。 这句话无异于,我只喜欢你,只在你面前羞涩,林梦的心里甜丝丝的,这样的感觉在他与孙周热恋的时候,也是没有的,蝌蚪二字经得何行叶差点脚底打滑,但这个称呼的确比何行叶更亲密,他也没有想过去纠正他,怎么,你不相信? 何行叶将林梦与他交卧的手拉到嘴边。 轻轻地落下一碗,狐狸这么受欢迎,我怎么可能不信? 研究生怨的学生不用说,没人不知道林梦经过大三大四师兄师姐的宣传,大一大二的学生对林梦这个已经上言二的师姐的名字如雷贯耳。 那些有幸见过师姐的人,在添油加醋地说道一番,几乎将林梦这个人传得神乎其神,正如林梦所料,女神师姐被刚入校的炎依新生掳获的消息迅速传遍T大,再加上徐川在学校贴吧贴出了男主角的照片,何行叶的名字真就传遍了T大。 何行叶与徐川大战了三百回合,也没能让他扇铁,而林梦一声令下,徐川便摇头摆尾地扇了铁,不忘给何行叶添堵,你竟然比我还小一岁多,哼,早知道师姐不介意姐弟恋。 我早就自己上了,还能轮到你,林梦不在,何行叶很是淡定,他不介意姐弟恋,但他介意你。 对于这一点,徐川很赞同,就像他也不会介意女朋友比他大好几岁,但很多人人都是不行的,最重要的还是那个人。 他喜欢他,不到长城非好汉,在去长城的路上时,杨母打来电话,何行叶毫无隐瞒,我们再去长城的路上,你未来儿媳妇。 嗯,是他,林梦心里七上八下,又惊又喜,还有一丝窘迫,见他挂了电话,板着脸凝了他一把,谁是你妈未来儿媳妇? 何行叶抓起他的手,在自己脸上揉了揉,厚颜无耻地道,不是你还有谁。 这无异于何行叶对他的承诺,比起那些所谓的山盟海誓,更让林梦安心和满足,不过还是有一丝担忧,虽然林梦与何行叶不在意,但毕竟是未来公婆,甚至可能生活在一起,有间隙总归不好, 可听何行叶的语气,杨母似乎早就知道他,我们的关系,他们怎么看。 何行叶的脸贴上了林梦,哪里还有从前的羞涩,他们很支持我来C城发展。 就这么一句话,林梦便安心了。 杨家父母希望何行叶留在M城,却听他说要去C城,自然要问清缘由,你们未来儿媳妇在C城。 儿子依父势在必得的样子,杨家父母也不好多说什么,而后得知那人是林梦,杨父是教育局局长,杨母又是意中历史老师,对林梦早有耳闻,无论学识还是品性,二老都非常欣赏,十分支持儿子北上追妻。 我接触的人多是比我大上两岁左右的,我爸妈早就有了心理准备,他们又都不是那种迂腐的人,也没人规定男人一定要比女人大。 林梦十分赞同,又叹了口气,这个世界有时候对女人确实不太公平。 男人比女人大十岁,大多数人都认为很正常,女人要是比男人大十岁可不得了。 要命的是,女人的态度差不多也是这样,那些暴打不平的人倒显得多余。 何行叶捏捏他的鼻子,这个世界永远无法按照我们的想法运行,我们只要做好自己,坚守本心就好。 林梦将头靠在何行叶的肩膀上,蹭了蹭,磕抖,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 两人爬累了。 找了处较为干净的台阶,两人坐着休息聊天,林梦就这第一次爬长城的经历黑子家老爸,我爸四肢发达,跑着爬的,还回头说你怎么这么慢,拜托,我比其他人快好多了,都不考虑他们的感受。 我们,林梦的手机在何行叶的包里响起,他只是看了一眼,坦然地道,你接吧。 没有备注的号码,何行叶看着归属地挑了挑眉,接了以后,打开扩音放在两人之间,小梦,我听你和何行叶在一起了。 孙周似乎在等林梦回答,明显目的不纯,林梦的眼里一片狡黠,无声地用口形示意何行叶说话,这种做法,让何行叶觉得很受用,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像昔日的情敌示威的机会,我是何行叶。 何行叶? 孙周顿了顿,小梦在吗? 我开的扩音,他能听见,显然是不想跟你说话。 这么快就被出卖了,林梦瞪了何行叶一眼,小梦。 林梦神色漠然,我和何行叶如你所见,你是不是还在怪我? 林梦头疼,孙周就是被追在他后面的女生惯的,自我感觉太好,总认为别人就该对他一往情深。 当年你说的没错,我的确没有你的红粉至己们爱你,现在也的确不想跟你说话。 孙周只说了一个我字,林梦便打断他,你想说什么我都没兴趣,你也不想你爸知道你纠缠我吧。 孙父脾气火爆,若是知道儿子又来祸害好友家闺女,非得把他的腿给卸下来不可,孙周晋升,林梦自然而然地挂了电话,何行叶十分嫌弃地道,你以前怎么看上了他? 林梦总监,很是无奈,我隔壁有个三十多岁没嫁出去的姐姐,孙周有个表哥是老光棍,谁都不想这种事发生在此家,我妈跟他妈一拍集合,就把我们凑在一块了。 我禁不住我妈成天的刀了,那段时间孙周对我也还好,又觉得他那张连挺赏心悦目的,就答应了。 何行叶脸黑,悠悠地道,没想到狐狸还是个外貌协会的。 林梦善笑,以前是,现在不是了。 于是,某人的脸更黑了,如果高中的时候,林梦还天真的以为有父母的保驾护航,他与孙周一定可以走到最后,那么升入大学他就知道,这场初恋注定有始无终,自幼相识。 林梦泰了解孙周,他对同一件事物的新鲜感很短,迟早会被这花花事件迷了眼睛,他过着自己的日子,等着孙周提分手,所以分手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冲击,如果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。 林梦一定会顾忌重施,劝他与孙周复合,孙周也可能因为不甘心而纠缠他,他享受这样自由平静的生活,直到何行叶的出现带给他真正的爱情。 林梦与何行叶,没有相爱恨早,也没有相见恨晚,彼此都足够成熟,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,能清晰地遇见未来的模样,爱情大概就是在最恰当的时候遇见最合适的他。